地府的神和官是不是一定没有天界的境界高呢 地府的官员功德很大的话 是不是可以直接申请到天界做官呢 师父开始 哎呀地府的很多官都是天界派下去的呀 派下去的 你比方说你是一个省理的一个科长 派你到县里面你就做个局长了呀 一样的呀 人家这种地府的官都是天上下去 阎王老爷都是天上的呀 玉皇当地上边的呀 哦明白 人家这地府你就把人家当成地府啊 不可以的 所以很多人说偶尤给地主就把地主啊 不供把它供在地板上 傻不了 地主也是官啊 也是天上的菩萨呀 师父可以理解吧 地府其实也就是天界管辖的一个小的范围 对了对了对了 哎呀地府就地府还是贵天管的呀 贵天管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 自立开师 我问你 我问你一句话 天地人三界 哪界最高了 天 最高的是不是管当中和下面了 对对对 我问你天管不管人了 管管人 好了 你再再再厉害的人 希特勒是一个天魔 这样把他收走了 是吧是吧 对不对呀 管不管啊 对对对 很多人做坏事了 让他生癌症了 管不管啊 让他出车祸了 管不管啊 对对对 是吧 这样就想 地府也管啊 地府你做鬼 做坏事 地府所有的官都要管的 都是天上派下去的呀 其实这样明白了就好了 是这样 师父您这样一说 就是说你到当时 你多次说过 有的人得了重病 他好好的念经 学院放生 万世音菩萨在通知 从天上通知地府 这样 官世音菩萨都是要通知的 就是说 官世音菩萨慈悲你 他可以给你加持身体好 可以当时让你好 但是最后 比方说要赦免你的瘦 还有一些很重大的问题 菩萨一定要天上下招书 才能地府才能决定的 因为人是属于地府管的 很多人整天做着地府的事情 做着鬼事就归地管了 整天之念经学博 那就归天上管了 现在明白了吗 归天管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开始 有时候说的那个战神 那个也属于神仙了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说是哪 有一次 哪一次在那个人间 或者是 很 是一个将军 或者是很容易 很会打仗的 变成 然后 往生了以后 变成那个战神了 对呀 他因为是战神的话 他就给他有权利的 你比方说很多天上派下来的天兵天将啊 他们到了人间 有时候就是来帮助一些正的国家 来战行一些邪魔的国家 有的国家真的是很邪魔 你看看中国古代 对不对呀 对对 还有的皇帝 荒云无道 对不对呀 对对 还在里面欺压百姓 他就会派来一些将军了 把他们真的打掉 而且他们打死人的话 他们照样回天 因为他们在街上也打磨的 那像这种是那种 那种那种比较荒云的一些皇帝的这个命 就注定了 就这样 有的时候可以长一点 因为他比方说这个荒云 无道的那种皇帝啊 他比方说他本来可以活65岁的 但是他因为太过分了 他吃家百姓啊 他太厉害了 到三十几岁 三十三岁一个节的时候 跟人一样的呀 天上就派了天平天下把他收走呀 那天平天下收走有好多好多种方法的 他不是把他让他驾崩了 对不对呀 他是直接到人间 帮助另外一个国家把他消灭 这种都有的 像这种情况是他直接惹来的 不是命中应该有的 命中 比方说他这个命做皇上 他应该有六十多年 但是在他的运作当中 他做错了太多的事情了 那么这样的话 惹天怒犯众怒 然后天地鬼神不容 然后玉皇大帝动容 然后派出天兵天将 收服他 那么这种人呢 一般呢都在天上下派下来的 因为只要是个皇帝 他就是个小黄心 然后到了天上审判之后 打入人间 是这样的啊 因为他是天上派下来 他一定要先收回去 收回去在天上判 因为地府的官职小啊 判不了他的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在里面都有讲究的 那像这种情况 上面判了以后 会不会直接发到人间 也有可能的 很多就是直接发到人间 你看很多小孩子身上有胎记的 都是在天上判过那个罪的呀 很多啊 明白了吗 但是至少说他还是天上下来 天上下来的话 你到人间也不错啦 这档次虽然低下来 但是比方说这个人 这个人比方说是省理干部 对不对啊 他犯错误了 他到县里还能做个县长呢 对对对 那好那谢谢财长开设 好 谢谢财长 谢谢财长 再见 再见 再见